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联播 我们会谈谈香港的消息 第一单就是,话说迪迪尼,因为发现了一个初步的确诊者 都去过迪士尼,所以他发了一个强检通知 一方面,他里面的演艺人员、工作人员都要做检测 另一方面,他都呼吁去过的人都去做检测 而且,因为他删了,所以有些人拿着什么年票 然后去到,就发现,原来删了,就没得去 而迪士尼,其实也是挺值得提 因为他邀请了很多本地演艺人员去做表演 在香港来说,估计是最大,还是总是头几名 所以就有件事发生了 其实就是,香港的迪士尼是... 那个叫做... 我一时之间那些东西混不下去 其实,你如果迪士尼这么大的人流 或者客人公园那些 而你没有健康碼 你根本追捉不到那些人来来去去 那本身是非常危险的 他有登记那些参观的资料 但是你登记了之后 有他的地址,有他的电话 你打完之后 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死都不去... 死都不去... 就是那些很黄的朋友 死都不去登记什么 然后就说... 死都不去登记,安心出行 那我真的忍不住说 那个故事就是... 我忍不住跟他说 我说... 就是那个故事就是... 是... 赌合大战的计划 你有看过这部电影? 刘德华 有... 他们捉了万子梁 他们发现... 他们捉了万子梁 绑架万子梁 那一段情节很奇怪 那一段... 是... 你记得吗? 记得 是什么呢? 是很混乱 不是... 我先知道 不是混乱的问题 就是他们捉了他 拿了一辆车 跟着之后呢... 跟着之后呢... 就是没有... 找不到车 找不到... 自用波 原来他们没有人会开车 没有人会开车的 没人会开车的 之后呢... 于是... 万子梁是被绑架的人 是忍不住笑 他说什么? 啊... 万子梁说 我真的忍不住笑 你们搭车车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即是没有车 又不是自动波 搞了大门 然后... 什么都在拗 喂... 你没有开车 怎么办? 为什么没有理由?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 喂... 然后刘德华说 喂... 我出来就坐牢 我们出狱出狱 那我怎么能够有车牌? 怎么能够有车牌? 搞了一大轮 就很好笑 到后就搭的士 到后就搞不定 OK 那情况... 就是这样 我跟他们说 我说... 你们... 呃... 买个假... 麽...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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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 cribing... 又��替了A움 stigma 你要抵抗政府,你買了假假就行了 要不需要這麼准,要用假安心出糞 要不需要這麼說,你抵抗政府,你一樣去什麼 有沒有做得這麼教官 這些事情是相同的 但這個不用說,這就是回到陳凱文那個 你沒有實名登記,不能追蹤健康碼的話 基本上是不能搞的 所以,實際上,林鄭若是搞不定的事情,很簡單 所以就看她為了通關的事情去到多準 都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出的措施 另外,值得提及 在昨天新地搞的香港單車節,明年一月復辦 她會移私去港珠澳大橋的香港段 因為那條橋也沒有什麼人走 一方面,新世界搞的維港杜凱榮 在12月12日也會復辦 值得一提的就是 因為本身之前,有一個再大一點的活動 就叫做樂師會的偽行者 走馬里浩徑100公里 但那個相對地這麼分散都搞不到 反而是這些單車節、杜凱榮 這些這麼大規模,這麼多人聚集的事情 又可以搞得到 因爲這兩個活動都對象 就是維穩 那個是這麼簡單的 藝衡者當然不可以,因為是國樂師會 是樂中的間諜機構 當然不行了 新地能新世界維穩機構 當然可以了 但是廣珠澳大橋 譬如說沒有人走 因爲我有港珠澳大橋的牌 真的嗎?多少錢? 需要十萬元嗎? 幾十萬元 因爲很早的時候買的 只是坐艇 問題就是 他那些牌子 總言之的安排很差 我忘記了怎樣的總言之 總言之的牌子申請到去 搞了一大輪的 因爲我亦都有過香港的牌子 所以 總之港珠澳大橋 我講不到給你聽 因爲全部都是網教司機搞的 但是總言之非常煩 搞來搞去 搞來搞去 我說不出分別 因爲他跟我報告那些 又說你自己教了 但是總言之的麻煩 總言之我的牌子在這裏 但是呢 好像轉名還是什麼東西的問題 然後之後呢 總之牌子就在這裏 但是其實牌子只有樣子 實際上就是行不到了 行不到了 但是搞中的牌子很簡單 所以我忘記了 因爲什麼事 總之牌子的整個程序是麻煩很多的 OK 好 看另一宗 就是這個香港的美國商會會長辭職 那他就如果沒有記錯 他好像都是做媒體出身的 那跟著他就認為 他就說自己沒有辦法接受 香港政府的防疫隔離政策 因爲要坐21日 在香港 那他在美國回來 高風險地區 那他就說自己呢 就呼籲他放寬 那但是他自己呢 就是怎樣說好呢 即是他説 香港政府就説會計劃 放寬他防疫限制 但是他本人就要隔離21日 那他就覺得不行 因此他就接受不了了 那同一時間呢 其中間已經要建造關係 有一大陣的就放寬 即是香港政府是怎樣 他就呼籲香港政府 放寬而已 他呼籲香港政府是要来放寬 吼 陣 Standards 即他自行 正是他一邊就在呼籲 他就要放寬 但同一時間他又接受不了 他身 Leb保持的話 這一點不會理解 沒有互相矛盾 但是不會見到因果關係 即是一個蹭渣 香港政府當然不會 mauvais 他也不停說一些好話,不是說疫情的好話,是說經濟的好話 所以這件事大約是這樣,因為香港不會就你美國 是的,所以這個又遲多過了 因為這些在香港的外國組織都被人移動,現在美國商會都不知道會不會移動 例如國際特赦組織香港的分部和亞太區分部都是香港的 美國商會怎麼動?你不讓美國人來做生意? 你完全兩回事,美國商會不是特務組織,雖然很多人只是特務 國際特赦本身是一個間諜機構,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國際特赦組織、樂師會是間諜機構,那些是不同的 所以就看他會不會這麼仔細分了和怎樣 美國商會怎麼會不知道呢?美國商會 你加上美國的美國商會,你不用做美國生意 你不用做美國生意,完全不同的東西 怎麼會不知道香港政府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那件事就是美國商會 本身是一個在香港有優勢的機構 你如果關於美國商會的話,就等於關於摩基斯坦尼 好,看最後一個消息就是 這個市美菲露的市政大廈公廁 獲得香港廁所協會的2021年香港最佳公廁金獎 這宗新聞我看得多有趣,所以就關於摩基斯坦尼 因為其實他裏面的公廁我都去過 但我不太覺得那個市美菲露市政大廈公廁是特別最佳 然後他又說有幾個公廁是要改善的 例如是觀塘海濱公園、佐敦國士道和西鐵元朗站 他就說這些廁所地面濕滑和地面的污漬都比較多 即水,不要清潔員工職班等等 情況就是這樣 你先說一下故事 好 食環署就回應 其實他們在管理810個24小時開放廁所 有240個由前年度開始到2023、2024年 分階段翻新和改善工程 首兩年已經做了91間公廁 另外他就說之後可能會研究 用一個組裝合成的建築法加快公廁的改善工程進度 其次就是會盡量增加廁所事務員的直勤室 以及會安裝一下風扇、電源插頭、休息和跟衣廁等等 這個也挺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這個案件揭發就是 那些廁所事務員 他們就在廁所裏面吃飯 或者在直勤坐在那裏 變成情況就不算太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香港廁所協會 在2005年成立 成員包括工程師、設計師、醫生等 熱心改善香港廁所的專業人士組成 他們希望提高公共廁所環境設施的意識 以及他們都會跟國際組織保持聯繫 以及又會舉辦優質廁所的獎 而且香港在公共衛生上 公共廁所的設計 其實是在歷史上比較早的 所以我們就很悠久的歷史做這件事 因為這些人更加上升到這個層次 令到我覺得即即清奇 你有沒有幫我鎮公廁 我當然有 我那些人 你覺得公廁所應該是很適合的? 我覺得不應該是很適合的 但是現在都很適合的 那你和姐姐是很適合的 除非你覺得應該是很適合的 我覺得那個廁所協會才是很適合的 對他們的那個 但問題是你想監察 你想監察一下廁所 首先你認不認為應該是廁所 應該是公廁所 那你有個廁所協會監察 為什麼不可以呢? 所以我是一個正面 而且覺得很驚嘆 有這樣的東西是會幫我們爭取權益的 OK 那你有沒有光顧過市美飛路那間公廁? 有啊 我光顧完之後覺得好像不太值金獎 是嗎? 你覺得不是 不是我會幫一陣子 但是我經過過 就是駕車經過過 我覺得 如果他獲得金獎的話 我想應該證明香港的狀況是很差 OK 那我想 現在地面濕滑 有尿積積水 和沒有尿積積水 這幾樣東西都可以說 就是呢 現在很多地方 很多公廁 就是 必然是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清潔狀況 你拿點水噴它 那你就可以做到 你就是一個最簡單的清潔方法 你不能夠去 刁花去搞它 所以 我想濕滑你是避免不了的 即是 如果是濕水 那些避免不了 你要是 只要不是一灘水 就是地面 一定要停得很好 但是 至於有沒有清潔員工值班 我覺得整件事 有些是錯了聚焦 有清潔員工值班的好 成本問題來的 那件事就是 哇 要不需要每個公廁 每個廁所都整個清潔員工 是不是呢? 那事不軌走下去 什麼就很不方便 公廁所搞事 公廁從來都是那些搞事的人 就是藍重聖戀的天堂 那你就會妨礙他們 但是 我只是意思是 其實你是增加了成本 你不能夠用 你不能夠用 增加這麼多成本的方法 去令到 增加這麼多成本的方法 去令到那個公廁所增加的 其實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參加新加坡 應該就是 你的人本身 是 公民意識強 要管的 因為香港人是很邋遢的 所以你實際上 沒有管 你如果搞到清潔員工 喂大哥 我的清潔 每個清潔 每個廁所 做到更乾淨 都可以派十個人守住 你不是增加這麼多成本 去做的 那些事情 如果你要搞到 每個清潔員在這裡 你已經不搭 還有你講到廁所吃飯 其實 我不敢白髮肯定 就是 不是公廁 公廁是比較難吃飯的 你說那個 好像吃飯 好像是私人廁所來的 不是 真的是公廁 真的是公廁 二來就是 那些人 聘請的那些都是 年長 他們都不會很介意這些事情 但其他人看來就很慘 是啊 我想不用其他人看下去 真正都是很慘 真正都很慘 很多窮人都很慘 但問題就是 我想不相信 我想不是在什麼問題 我想不是在工廁或所有問題 整個所有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都被地產爆卻壓迫得很厲害 是啊 那我們香港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